主持人寫的為你 曲名單 邀請你 詞曲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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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之前算是 Python的愛好者 所以我推廣Python應該快20年了 然後上個禮拜 就是10月初有這個Python的年會 是我們好幾年籌備的團隊 大家在規劃這些的 所以我會接觸到Odo也是因為我是喜歡Python 所以所有跟Python有關的應用 我只要接觸到的都會有興趣去瞭解一下 Odo大概是我2016 那時候就大概有聽到 然後有人說很不錯 那時候我大概看了一下覺得不好用 所以那個時候沒有很深入的去認識他 然後到了大概18年的時候 又有人說他不錯 然後我那時候再看一下 發現進步蠻多的 所以這幾年呢 Odo每年都有一些不錯的進展 所以也因為這樣子呢 所以今天開始已經有一些朋友 也注意到Python的這個ERP的系統 那我們今天呢 也因為是這個場地跟活動性質的關係 我們原則上邀請大家來 是以一個社群朋友聚會的形式來進行 今天不會是一個手把手 然後把你交到會變成開發者的教學 這不是我原本設計的 雖然我原本的那個講題 大家在網路上面看到的 那事實上 我必須跟大家老實講 那是一個 國外英文教學影片的大綱 那我為什麼 以他的大綱來做一個 算是今天內容的一個 一個算是條列呢 就是當初我 因為不知道說我們台灣這個 開發入門的這一個階段呢 的聽眾有多少 不知道大家在哪裡 因為我上次教入門的應用 純粹就是那些模組打開怎麼用 我發現來的全部都是工程師 他們都對於怎麼樣寫這個模組有興趣 那我那時候就意識到說 雖然我們這個順序是對的 就是先從操作應用開始 可是那時候已經有一批工程師 想要來就是多學一點 所以我發現這個之後 我就覺得說 直接開入門的開發 可能會有邀請到像各位在座來的 那果然今天大家就見面了 那這是我開場 想要跟大家算是做一個確認 就是請大家允許我 我裡面的大綱 我等一下會盡量提 因為那就是網路上面的影片 你可以看得到 英文的講者怎麼樣介紹那些東西 所以有人之前已經看過嗎 沒有沒關係 好 我只是要跟大家講說 我今天的內容 你假如跟你原本預期 有一些出入的話 那請包容一下 因為原本 網路上面的影片 你都可以看到 所有的教學 那我今天利用這個機會 主要就是讓大家說 你假如在網路上 看到這一類的教學 你看了之後還有問題 我們怎麼樣在社群裡面 彼此尋求 這個資源 來互相學習 這是我今天最大最大的目的 然後 我感覺上我這個 應該要重開吧 你重插一下 我是在臉書的 偶渡的社群裡面看到這個 是 這個活動 對 我是從那邊進來 那我確認一下 你知道台灣有一個 偶渡的LINE群組嗎 不知道 OK 那你等一下 就值得去 加網友 對加網友 我們今天假如沒有畫名片 那加網友你就會有機會 進去那個群組 那個群組 現在 就是 怎麼講 活躍的程度蠻大的 值得進去 那臉書就是原始的那一批人 現在那邊開的 然後呢 就是 有那種臉書 社群老化的問題 所以大家 就比較懶得在上面貼東西了 跟我剛講的話題差不多 所以你們現在有BBS好不好 BBS OK 開玩笑 那上面是要聊八卦用的嗎 我重開好了 好 所以這個是今天 算是破題的部分 然後 我確實跟 Rock一樣 就是對到場的朋友 也是很好奇 有沒有人是上一次 第一次有來過的 有 對 好 那其他的朋友是第一次來 那 我 預期 不是在公司 是單位裡面 有要寫 偶渡 那就是 應該是專案管理的角色 我猜想 那想要跟大家 就是 假如是要做專案管理的 請 舉手一下 OK 都有 因為 人手不足 可能兩個都要做 那您 就是有想要換 公司有想要換系統 OK 所以 OK 了解 好 等一下 可能是我這邊沒有 那公司原本是用哪一套 千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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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 千奧 奧州奧 千奧 對 是算盡效存跡 OK 出來 那這次我剛剛講的 我們今天 的 就是 大家也都是透過這一個 報名網頁過來的 好 那 除了 你 可以 我 有 有 有 好 那 除了 除了 原本 報名網頁上面的 這些 講題以外 我是想要跟大家來 從這個 我度現在的生態系來看 怎樣去開發它 客製化的專案 那就衍生有兩個問題 一個 就是剛才有朋友講說 公司裡面原本已經有用了一套 進銷存的系統 那 我度呢 有Cover這樣的功能 那是不是適合公司評估 這個導入 那為什麼我說這個跟生態系有關 是因為 我度這個系統 是國外品 是國外那邊開發過來的 所以 這一類 進銷存的系統 其實在地化的 這個 客製化的 這個要求是非常高的 裡面 包括 發票啊 或者是 那一個 存貨系統的 這個管控 雖然原理是大致一樣 可是有非常多 那個 在地化的需求 稅務啊 然後 那個 倉儲存貨的這些議題 那 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 假如台灣沒有 在地 就是 資源的這個 開發人力的話 那事實上 我度要在台灣 生根茁壯 是挑戰很大的 這是幾個 在台灣做 我度導入的朋友 都是 大家都是這樣子認為 所以 嗯 就是 一直在看說 推廣到 一個時間點的時候 台灣的這些 在地的 就是 開發廠商 就是 開發模組的這些廠商 是不是 有機會可以 過那個 平衡點 也就是說 他們的 服務能量 跟市場的 這個 需求 可以 算是平衡 那他們才會有利可圖 跟 跟養這個 足夠多的這些 開發人員 那 我之前 公司導入 歐度 我幾乎是一個人 處理 然後 我也知道說 需要開發 那我那時候是跟老闆講說 台灣的 不管是開發公司 開發者 數量都蠻少的 所以 我們公司自己的這個開發需求呢 假如 要 比較好的切入 可以去 國外找 那個 印度跟東歐的工程師 所以我那時候是這樣子做的 我現在是先介紹一下說 假如純粹要找那個工程師的話 有什麼樣的管道 有怎麼樣的管道 有怎麼樣的管道 現在 那個 登陸的系統都要這麼麻煩 OK 這是一個 可以找那個 工程師的一個網站 我是國外的 所以你想要找歐度的開發者 可以到這邊來 然後他就列出 他的時薪 一小時 40塊美金 然後呢 這邊是他的專案的達成率 百分之百 然後他已經 賺了 1萬美金 1萬美金 就是說 他身為一個獨立開發者 他這個人是在 奈吉利亞 對 奈吉利亞 所以 事實上奈吉利亞的工程師 開價40塊美金 這個是蠻高的 20塊就比較便宜 那平均呢 我的經驗是 在 東歐 30塊美金 就已經可以找到 很頂尖的 也就是說 你把那個任務派給他 你就可以安心的睡覺 然後他回來的品質 還蠻不錯的 那20塊也有可能找到不錯的 印度那邊有一些工程師 他願意用20塊的 然後可能是大學生研究所的那種等級的 那很拼命的在 一邊讀書 一邊幫你寫程式 那40塊呢 至少都是美國 或者是 是CEO的工程師的價格 我大概是 我大概在 五年前 十年前 大概都是這個 Range 我自己有幾個專案 Python的專案 就是在這上面找工程師 然後 我自己的經驗 最喜歡的就是 東歐的工程師 他們英文的公通 跟他們的那個 怎麼講 品質啊 都算是 有一定的水準 大概價碼就是 30塊美金 一小時 那這是他們的報價 也就是說 你想要找工程師的話 你可以來這類的管道 然後他的數量 這樣 這邊啊 這一頁角有十個 這個 都有 有好幾十頁 所以 肯定找得到 上百個 這樣的工程師 OK 那這是 你從全球的角度來看說 偶渡的開發者 在哪裡 他們原則上 有一半是個體戶 那有一半到三分之二 是 叫做 agent 就是 他們本身 也是透過一個 外包的 小公司 去 算是 收集這些 個體戶的工程師 然後再去接案 也就是說 有一層 專案管理的 那個agent 在上面註冊 所以他們不管是個體戶 還是agent 你都可以去 跟他們接觸 那 最後 假如要講實際 透過這種方式來操作的話 就是把你的案子外包出去 那就幾個 我的建議 第一個當然一定要有人把你的需求寫成英文 事實上 只要一般的 基本的 這個英文溝通 那些 那些 國外開發者還是看得懂 那些 你們甚至可以線上 就是 用那個 skype 去溝通 然後你的spec 假如寫好了 透過這個系統 它是可以幫你做tracking 這是第一個需求 就是你要用英文 來把你的spec 列上去 然後 第二個 我的建議是 你用 一個 小型 就是說 它假如做壞了 你也不會覺得 太 怎麼講 會受傷 對 就是 不會期待那麼高的 尤其 從小的專案來 跟它做 互動測試 那這也是必要的 因為假如這個東西 包出去 就是沒回來 你就把它當是 自己學的學費 因為 這些工程師在上面 都會說 他們 很厲害 請說 我可以請教一下 就是說 我們怎麼去衡量那個 公式 OK 對 它原則上 一小時30 就是它的報價 OK 那你就要 最好的方式是 你 預期說 因為一小時30 你可以當 是台幣 一千 你假如預期 我包出去 一千塊的這個 那 不管是公司內部的人 然後 或者是你在台灣也找得到 因為 實習一千塊的工程師 在台灣 你已經會發現他很忙了 就是說 就是說 你 他願意幫你寫程式 一小時 然後收一千 他願意 你也覺得 付他是合理的 比如說這個人 你跟他有默契 跟信任 然後可是你發現 他太忙了 他已經接了 對 所以他太便宜嗎 這個書籍 一千 對 其實是看他 那個 平常接案子的狀況 那他有可能是 公司已經有正職 然後他就是下班 接 那一千塊 對他來講 還不錯的 領用錢 他假如還年輕 願意 晚上晚點睡 那就是 有女朋友 就還沒結婚 通常結婚 很難再這樣做 可是還沒有結婚 那就是跟女朋友 講一下說 不好意思 我這個禮拜多 都賺一些外快 我少陪你兩個禮拜 之類的 如果以你的經驗 那個 一個 一般的 難度中等的配備 然後範圍不正 你剛才說 那個 可損式的配備 對 那個 時速大概會在多少 十個小時 二十個小時 十個小時 你一定要十個小時 之內解決 對 二十已經 就是 中大小的按照 對 對 你假如跟他有默契 其實你可以每次 二十個小時 圍一批 這是我的經驗 我那時候後來 有一個 烏克蘭的工程師 我 我從他 還是個體戶的時候 就跟他互動 一路養到 對養到他 已經變是一個 好像還在烏克蘭那邊 寫書 然後再宣傳他 就是這個模式的 一個創業的模式 然後而且 歐洲 有對於這些小型的 軟體外包公司 做推薦 就有點像 這個軟體界的 什麼金鐘獎 或者反正就是 有專門認證說 這些 因為這種 agents在歐洲 是多了不得了 那一樣 都是大家會問說 那每一家都說 他很厲害 到底誰靠我 有專門出來認證的公司 所以他們接過了所有的案子 都會有人 就是打電話來問我說 當初那個案子 是不是如他們所說的 然後我的評價如何 聽到我們的基金會 我們也有開放基金會 對 所以我們基金會 會有什麼 類似的獎項嗎 憑獎 這個 我知道 可能 暫時沒有這個興趣 因為憑這個 也 持續不大愛 得罪人 是啊 就是 可能 這個 可能要他們再考慮一下 因為這個是一個商業模式 所以 有商業的公司 專門做這個 會比可能基金會來得好一點 請問 食術是我們 定還是考慮 OK 這個 考慮 這就是食物上面的操作 這個 其實這個細節可以有很多 我原本只是想要跟大家講 有這個模式 因為你在台灣假如發現 工程師就是很難找 這是一個管道 那我就先回答你的問題 說 食心是怎麼樣定呢 是這一個平台叫做 Upwork 沒有說食術 食術 食術 他會教 所以你必須把那個任務 切得盡量的小 這個scope要很清楚 對 然後你哪怕你跟他講說 你今天只准給你 給我報 你說三小時的那個費用 那就是上限 那你系統裡面可以定上限 像我就經常這樣做 我跟他不熟 我想要知道他三小時 可以做多少事 我就大概跟他講說 我預期你三小時會這樣回來 那你做得到嗎 他說OK 那好 那你最多今天就是忙我的事 三小時就好了 你就去 對 所以我預期他三小時的東西 我看完 我假如你認可 我就可以從我的信用卡裡面 扣三小時 他這個時間 回去 假如他回來的結果 不是我原本預期的 那你有至少 三天 三到五天 你假如三天內 就馬上回應他說 你這個有問題 然後我跟平台申請說 五天內 對 是錢是不扣到他那邊去的 你們就是要解決這個爭議 所以平台 假如你透過上面 那個Spec都寫在上面 然後你們的溝通也都在上面 那平台會幫忙做這個仲介 你的錢不會扣過去 假如錢已經扣到他那邊去了 你就可以跟他彼此平分數 我舉個例子 有一個那個印度的agent 很好笑 他們那個專是 做溝通的那個PM 他就跟我講什麼 都看到他們做 那我就發了一個很簡單 我認為很簡單 去了 他過了兩三天 他就 我就問說 什麼時候可以回來 然後他那邊 吱吱吱然後跟我講說 有一些小問題 要問 結果實際來問我 是另外一個工程師 也就是說 工程師認為他做不到 然後那個PM 已經答應說 一定做得到 他把那個工程師叫來跟我問 然後我後來驗證了說 那工程師根本不懂 這個東西怎麼做 然後呢 工程師已經被壓著 就是要硬做 要硬做 而且 又要我扣錢 又要我不準 給他付平 那我最後我就說 這不可能啊 我只要付了錢 我就是要付平 不然你的錢就是要退我 所以透過這個平台 是有這個機制 所以這是一個方式 那 假如回到我們台灣的開發 那 在 臉書上面或者是 那我確認一下 有沒有 哪些朋友是從 從Line上面看到消息的 嗯 OK 你也是 那你呢 我是OSF的 喔 那你呢 臉書上的 臉書上的 你是 跟他 同事喔 OK 好 那 那 那您呢 臉書 臉書喔 謝謝你 所以 Line的朋友 還 好像 比較少一點喔 OK 好 那沒關係 我都可以在Line上面找人 台灣找人 對 因為 那每一陣子呢 就會 有人想要 有案子要發包 然後就是在上面找人 對 然後我看到的互動都是 就是 大家在上面 就是工程師 純粹要接 想要接案的 數量不多 然後好像也很忙了 也就是說 原則上有陣子的工作啦 那這個東西是興趣 通常也是很喜歡Python 然後覺得這一套 不錯 那我再問 有多少人看過那個 沈洪哲的影片 都有嗎 有嗎 沒有 沈洪哲 對他也是一個Python的愛好者 我剛剛講的那個Python的年會 他有參加 他人在高雄 那他就是 自己 其實他的經驗跟功力也是可以接案的 可是 他也寧願自己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他也盡量不接案 幾次接案 他都被剝削 他覺得 也 怎麼講 不是特別喜歡 OK 如果另外請他當 比如說唐超等 他會舉個例子 比如說我是DM 我實在是不懂什麼Python 但是 我可以請他當顧問 比如說他就是那一位 你剛剛說的 然後 他去 然後我也去 去找人來Python 但是他幫我去 明明這個人的 十字號碼 對 這種形式 對 這也算是一種形式 沒有錯 我剛剛講的這邊 就是這樣 我剛剛提的一個管道就是 從國外那邊 阿博克是其中一個平台 那我用的蠻熟的 我已經用了大概十幾年了 從他早期叫做Odesk的時候就用 然後 他已經在美國上市了 就是變成是全球最大的這種 這種 算是 馬農的交易平台 那 除了那種以外 假如自己練功 就是從官方文件 英文的 我們現在每一年 到十月 都有一個新的版本 所以在Line群組裡面 所有的工程師 就聊到一件事情 Odesk的開發 都不會停 而且速度進展很快 那些資深的顧問 現在可能還停在十二版 甚至有些人到十版已經夠用了 他也是在懶得到十二版或十四版 甚至今年最新的十五版 可是Odesk就是每年一直在新上去 所以 可能年輕的工程師 會對於學新的 可能會比較有興趣 可是公司 或者是以前已經 那個投入的這些 早期的專案 都會希望盡量不要出錯 就是相容性 可能會優先去考量 那年輕的開發者 學新版的 其實我就會鼓勵 就直接到 國際的 Odesk的 虛材的市場 去試機會 因為台灣現階段 還是規模比較小 跟比較高手 不過這兩種 都是在蓬勃發展當中 蠻好 那剛剛講的那個 審同者的教學影片 他就會依照自己的 興趣啊 就是他一邊學 Python 一邊學 比如說 Windows的 Subsystem 我當初介紹給他 我說 假如我要開發 那個 Python 或者是 Odo 我就會習慣用這個 那他之前沒有接觸過 他先學了 Linux之後 他很喜歡Linux 然後後來呢 我就再推薦他 可以考慮轉回來 用那個 Subsystem 那他就把 這些學習的經驗 那就 用影片的方式 跟人家分享 那裡面有一系列 跟那個 Odo有關的 影片 可能是跳著 跳著介紹的 那上面 這個是 中文的 這是我們台灣的 作者 做的內容 然後像這個 OdoMate 是網路上面 最多 針對開發者 這個主題 做的教學影片 那我這個 講義會給大家 然後 就是連結大概都找不到 然後 假如是台灣的顧問 大概就是這兩個 大家都在 臉書裡面 還有那個 Line裡面是好朋友 這個原子 顧問 大家可能都有聽到過 你假如Google 很容易就找到他們 我們台灣版的 繁體中文的翻譯 現在是原子的 的這個 凌雲 我們大家都叫做凌雲 他在負責 我當初在用 Odo的時候 我就說 這個翻譯的結果 應該是 在公司導入的話 可能會被寫 那 可是這個翻譯只有一個人 然後要翻那麼多 是真的蠻辛苦的 所以 這個也希望透過 那個大家 多使用的過程 多去回饋一些 包括翻譯的 的這個意見啊 或者是一些 就是本土化的這些模組 都是他們都 圈子不大 所以大家都 會彼此交流 然後呢 Rich Soda 這一家公司 我們看一下 這家公司 剛才那個 原子是在台中 那 Rich Soda 我已經忘了他公司中文名字了 這個 這個是 負責人是Andy 算是 應該是 技術長 對 公司名字叫 瑞萱 OK 然後 那個 剛剛 發這些技術文章 那是叫Andy 信證吧 OK 那 簡單講 這個就是最主要在台灣 做 偶渡 那個 包括顧問工作的 的單位 那 我相信 他們的經驗是 靠譜的 所以 剛才講到說 假如要找 顧問 算是優先推薦他們 那 你假如是在高雄 高雄 高雄也有 高雄台南 有台灣 正式列明在 偶渡官方的 這個 算是代理商 台灣的代理商 在台南 跟高雄 台北 煩了沒有 那我問的那個 林允啊 或者是Andy 甚至 早期的代理商 在新竹 我都有機會跟他們 就是接觸過 他們說 做代理商 其實 沒有太大的 獅子效益 特別是這幾年來 這個跟 Odo他們的 那個 Partner Program 有關係 因為他們已經有經驗 可以當顧問了 然後就覺得 純粹當他們的代理商 可能就有一些 條件啦 那 算是划不來 然後 台南跟高雄的代理商 我的 理解 通常都是 他們原本可能是 頂星 或者是 Oracle Safe的 顧問 他們覺得 這套 Open Source 真的是很不錯 他們代理是因為 他們可能已經 既有一些客戶 顧問的客戶 他有機會可以 就是再慢慢 導入 所以 我這邊 一個小結論就是 台灣現在 業界 是怎麼樣套用 Odo呢 小規模的公司 就是數位化 還不是非常 那個 程度非常高的 他們會考慮 用Odo 因為反正 都從頭開始 包袱不大 他就 Odo稍微試一下 那接下來 是 已經被 商用軟體 吃了死死了 然後 覺得說 服務不好 又要這麼多錢 那我 何不就 考慮 跳船一下 有這種 螺絲 也會 考慮 那 有一些是 公司蠻大型的 然後 比如說 SAPP 那些 頂星都用了 也算OK 然後可是內部 有一些人 覺得 不管是因為技術的關係 還是 什麼 因素 就是 覺得說 我身為 工程師 有良心的工程師 應該也要替公司 考慮一下 一些 Open Source的方案 然後他們就會找一些 小的 周邊的系統 跟 像剛剛講的 頂星 什麼的 做 特別是SAPP 做一些串點 就是 SAPP 周邊的 功能 透過 偶渡來 做 然後 之間 資料在做 非同步的 創結 這是常見的 應用方式 那 這個目的 都是因為要讓那個 風險 就是系統掛掉的 風險 降到最低 那你假如 原本的 比如說 SAPP的系統 然後 也不升級了 然後 Odo的 應用越來越多 那到了一個 時間點的時候 就可能 適合找 顧問 把它整個 移轉過來 那這個是 Odo 原廠公司 有興趣 去協助做的 那這個是 就是先開頭 因為 除了從開發的角度 看系統架構 這個我們等一下 有機會會再介紹 那我今天 希望另外一個目的就是 大家假如真的是 想要接觸開發環境 那我們今天 就 有帶筆電來了 我就 協助大家 把開發環境 算是 好起來 還是 有沒有人 平常已經在開發 已經跑起來了 有嗎 有嗎 我只有把握度架 OK 所以裡面的模組 你有開起來用過嗎 我有用它的功能 對 試用而已 OK 好 那這樣子 就剛好是符合我原本設定 想要介紹的這個 起始點 OK 好 那這邊 官方的團隊建議的開發模式 適用最簡單的方式是透過叫Auto Runbar 那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 這一個 有多我們 哪在這裡 OK 這個網站把偶渡現在最新的版本 他們在Github上面最新的版本就列在這邊 所以你假如想要測試他們最新版的 他這個所謂12分鐘前 表示12分鐘前才把它編譯起來的版本 然後這個版本最新版本修了哪些BUG 然後加了哪些功能它都列在這上面 所以你要測試最新的那就是來這邊 那就是給開發者的環境 所以你想要測試最新的版本 他這邊的他會給燈號就是 綠色的燈號就表示沒有出錯 看有沒有紅色 有 像是有紅色就表示這個版本 就是加了一些新功能 然後那個修訂的地方 算是有問題 就可以稍微看一下 也就是說 整個最新的原始碼編譯的情況 他就在這個叫做RunBot上面 秀給你看 那你想要看 假如可以正常跑起來的那個版本 他點了之後就跑起來了 然後帳號密碼呢 是ADMIN 這樣子就一個 某度跑起來 而且是最新版的 就是 他們的原始碼是在比如說Github上面 那這個就是那一個環境編起來的系統 然後跑在那個AWS上面 OK 那這是最簡單 我連 就是你在你的機器上面 或者是找一個 什麼GCP 什麼都不需要 就這樣就跑起來 可是這是 裡面當然不能放什麼 太多測試資料 因為沒多久他就會清掉 或是重新編譯 可是 你假如想要測 像他最新版 特別是15版的 有一些新功能 那在這邊是很方便的 他把所有的 模組 都裝給你用了 比如說CRM OK 這就是 15版的CRM 就懂了 這都可以操作 然後 你可以到這個setting這邊 我很關心說 你現在到底是使用哪一個版本 settings 然後拉到最下面 他就跟你講 這是Auto15版 Alpha One 社群版 OK 那你可以在這邊 按這個按鈕 Developer Tools 這個 所謂的 開發者模式 給他啟用 好 那就會 有更多 跟那個 系統 操作有關的 開發有關的 細節 好 這隻蟲就要跑出來 可以 Debug OK 這邊就有一些 比較 深入內部的 一些技術的 這些 細節 你可以去 查 看到 這個是 你假如把 Odo 系統 裝到自己的電腦 一樣的 可是這不用裝 就直接靠 雲端的 系統 所以 假如之前你 不知道有這一招 那這個今天一定要學起來 因為這會省你很多時間 然後評估 測試 都可以直接在上面做 可是 假如你實際就是要開發了 那你當然最好 你的筆電呢 有這個 程式碼 然後有開發環境 那 我會建議 我 確認一下 平常開發是 習慣用 Mac的 有沒有 有 就一半 就是年輕的朋友是 Mac 然後 剩下是Windows 我不幫助 你直接用Linux 太讚了 Linux 當然就沒有問題 那個 我覺得Linux 才是 標準的開發的環境 那個 Mac都有一些 綁手綁條的限制 特別是Python 不過 那個 用 Mac的Python 工程是越來越多 所以 我相信 Mac公司 也會開始 改善這些事情 然後我自己平常 是用Windows 然後加上 那個 Subsystem 其實也是Linux 就是五方旅遊環境 然後我 裡面就是 安裝一個 是 18.04 20.04 那 裡面就是 把它當作是 Linux 來做開發 那當然有一些 底層的功能 就是 Subsystem 還是 會比較憋角一點 不過 以 這一個 偶渡而言 原則上是夠用的 那 這邊 這個是 用 Rombot 去開的 這個 雲端的測試環境 這算是 官方 推薦 我個人也是蠻推薦的 然後它的Source Code 是在Github上面 那 你假如是要拿到最新版的這個原始碼 那就是要到這個地方 那這邊介紹一下說 它有幾個版本的這個branch 或者是版號的差別 你假如看到Master就是 算是正式版的那個 分支的主幹 然後呢 有Enterprise 假如你公司 有購買Enterprise 企業版的 授權 那你就可以拿到 企業版的原始碼 然後 不過企業版的原始碼 原則上它也是會要 要你 盡量到這個地方 到這個Odo SH 另外也順便介紹一下 這個東西 Odo Odo SH 這也是一個開發者 會需要用到的一個地方 這個是 假如你買了 那個Enterprise 企業版的原始碼 你有拿到授權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部署到 他們上面的AWS的環境 OK 然後這邊呢 它就會要你 把這個 你的 比如說企業版的序號啊 或者是 那個 就是一些Key的資訊 可以貼上去 那你假如你有自己的 開發的模組 那想要在這邊上去 也是在這邊 然後還可以選說 是哪邊的機房 它亞洲的機房 好像是在新加坡的樣子 可以打授權 然後再寫到 OK 那就可以把它部署上去 然後 等於說 主機的 這個 穩定度啊 都由這個Odo公司來診責 你假如是企業版的 原則上 預設 它就會把你趕到這個地方去做部署 除非你是比較大的客戶 你說我公司有自己的內部機房 那它才想辦法把你的 就是派那個顧問啊 把那個Enterprise的Source Code 幫你把它裝到內部的環境 就我所知是這樣子 那 會這樣子用呢 其實都是規模蠻大的 台灣可能還沒有 像那幾個顧問啊 那個Andy啊 然後林允 他們 反而都不推薦這種方式 不過這個是 Odo 原廠公司 他們想要推的一個商業模式 好 然後 這邊 我 會 我自己個人是用這個 順便再講一下 有沒有人 是 裝過Windows的 執行檔 安裝的 有沒有人 測試的時候用這個 有沒有人 測試的時候用這個 沒有 我順便講一下 因為它裡面 因為網路上面很多網友就會問說 它是下載Windows的安裝執行檔 它叫Lightly Build 它是編譯過的執行檔 它適合於適用 但是不適合開發環境 因為它就是 跑起來 送給你一個 Postgrade SQL 然後 你假如 這個禮拜 有空 然後測 然後過了一個月 像我過了一個月 再回來看我那個環境 我就會忘了 比如說我那時候 Postgrade SQL的密碼 是什麼 裝在哪裡 都一團亂 然後因為它是 寫死的執行檔 所以 你要去 操控它 就不容易 那你下次假如又有新的Lightly Build 它這個Lightly Build 每天幾乎都變一個新的版本 你假如再過了一個月 又有新版要裝的時候 反而都容易打架 所以它是適合當下的試用 不適合開發 然後有一些Linux上面 方便用的一些Squip 比如說啟動 它就都沒有 那Linux或者是 我剛講的 Windows Subsystem的朋友 我就會推薦用這個 這個 這個網址 用這個暗裝 它這裏有一個 Install Screen 在這邊 來 這位網友呢 他 就整理了一個 針對無邦圖環境 很方便的安裝的程式 所以你就是把它下載回來 原則上就這一個啦 這個無邦圖可以用 而且它才 那個三個禮拜前更新到 然後 我度15了 因為10月份 剛才 才那個 推出的 那它很快的 也就把它更新到15 所以這些 網路上面 跟得很緊的 網友 其實都 會反應很快 就是有新的版本 他們就會變成 OK 那我自己之前 從12版一直用到14版 我都是用這個Squiver 都還蠻順的 那裡面要值得注意的就是 它有一個 這一個 你Odo裡面 假如想要用那個 PDF啊 的功能 或者是 圖檔要轉換的 這些功能 那就要先裝這個 WK-HTML to-PDF 這個模組 然後它這個Squiver裡面有 有跟你講說 要寫在哪裡 在 這個 這個 它Squiver大概長這樣子 那其中 這裡這裡這裡 WK-HTML 這個 這個 PDF的下載網址 你要 依照 那個 這個 下載網址 網路上面都找得到 你就去看說 哪一個版本是你 就是 剛好需要的 因為它要配合你的是 i386 還是 AMD64 你是哪一種機型 把它去調整 這個版本 最新的版本 可能到 0.13 那你就要稍微改一下 假如 預設的 不是你要的話 那你就要改一下 這個Squiver 改好之後就可以執行 那執行完呢 它會順便幫你安裝這個 Postplay SQL 所以以我這個 無方圖為例子的話 就要先把這個Postplay SQL 拋起來 那也會依照版本的不同 它Postplay SQL 可能是跑10 現在是不是到11 還是12 我也不知道 因為這個 我大概是 14的時候的 測試版本 就環境來留著 不過 Postplay SQL 版本是擠 也不是太重要 能夠跑起來就行了 然後跑好之後呢 再到這個 它會裝在這邊 它預設是裝在這裡 然後呢 最重要的設定檔在這裡 ETC的 opdo server.config 這個檔 那這個檔 啟動之前 要先設定一下 然後呢 剛剛講到說 它裡面有一個 A-Line的Path 要去做設定 原則上是在這邊 第一行 Option這邊 有一個A-LinePath Odo server.alance 還有 Odo custom.alance 然後這個用逗號來取得 那其他的都是一些 就是 也蠻重要的設定 設定 不過 其他的你都可以用 預設的 就把它跑起來 那有沒有人 今天是帶筆電來 是想要裝起來的 我 我花點時間 我們等一下休息一下 然後我利用休息時間 幫大家把它跑起來 好嗎 這樣子回去 你就可以自己 也 去 就是跟這個 開發環節互動一下 這是我今天 這個 算是一個 基本 想要 達到的一個 目標 那因為其他 剩下開發的部分 那個 有 sauce code 下載回來 然後 我再確認一下 那在場 大家都是 Python的 開發者嗎 未必是 未必是吧 不是 不是喔 我先react 我先react ok 那你 Python 那 是Python的舉手一下好了 就平常 寫Python的 然後 Odo的Python程式碼 是可以看的 我想要確認一下 大家的那個 那 假如 大家Python不熟的話 那我就會 再 多花一點時間 是 比如說 介紹Python Python跟 Odo的關係 我就會多講這些 反正 大家來就是 有一些收穫 然後 我也從大家 原本的背景 或者是需要 然後再接 接下來 我今天沒有 一定要 比如說 強推什麼的教學 這是大家可以 可以理解的 那 有一些 可能比較熟的 那 有一些問題 你可以 另外提出來 我們在 人外交流 所以 以大家的需求 最多的需求為主 所以 剛才這邊 可能就 應該是 太 太枯燥乏味了 可以這樣講嗎 因為這個部分 算是Odo 系統的 系統管理 這跟開發 沒有太大的關係 可是 你假如要讓一個Odo 像Database 跑起來 假如跑不起來 就是 首頁啊 一看就是 都空白了 那你要怎麼樣 Debug 要去追蹤哪一個 Lock 還是 哪一個設定檔 我剛其實是在介紹這個部分 我都是管理面 跟開發 現在還沒有 還沒有關係 然後呢 我們等一下會 休息一個 十分鐘 然後呢 我這邊 跟大家介紹一個 除了剛才那個設定檔 EDC OdoServer.config 這個以外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執行檔 是這個 我在 OdoServer裡面 Odo Odo 你假如是裝 那個 我剛才講的那個 Squid板 它會 送給你一個Odo Bin 它 對於 那個模組開發 還有一些 那個 就是 可以做 CRUD的 指令 我都是靠它 那這個 一個設定檔 ETC的設定檔 很重要 然後這個是執行檔 這個也很重要 然後大家對於這一個 算是 原始碼 安裝好的 這個環境 有這一個 基本的認識 這個是 我 這一個部分 特別想要跟大家提醒的部分 然後這在獎益上面 就都有做整理了 好 OdoServer裡面 這個是 烏邦圖裡面 你要啟動的 這個指令 它預設會跑在 POD8069 所以 我這邊講說 啟動完畢呢 我可以到這邊 到Local Host 然後 8069 這邊跑 好 好 剛剛沒有跑 最後 我最後 BTC I IC 1.1 1 OdoServer Stars 跑完 POD8069 跑完 OdoServer 然後 你到這個 瀏覽器 打Local Host 然後 那個 鋪號要給它 8069 OK 那這樣就有 這一個 OdoServer 跑起來 所以我們 這個段落 先 介紹到這邊 然後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 有問題的 就是歡迎 讓我知道一下 現在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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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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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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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